近日,国内知名女性张雨琪,因家庭问题报警,被媒体曝光后引发热议。 据媒体报道,张雨琪和其丈夫在家因口角引发争执。 接着张雨琪由水果刀,将丈夫远巴元的身体换客亮出刀伤,虽然不致命但是最后也报了警,同时也被外界所知。 只不过后来的调查中并未发现其丈夫远巴元所述的水果刀,至于真实情况如何? 自为吃瓜群众是不得而知的,只能说等待最后的调查结果,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不过这件事发生在张雨琪这样一个具有知名度的人身上,被遗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毕竟至今还很少有哪个女明星甚至是女人因为把丈夫丈夫打了而被报了警的。 因此,大家对张雨琪的评价,也渐渐从大打烈烈,变成了女侠等等。 可是就在事件发生的同时,有网友讨论说,白百合如果对打张雨琪,你觉得神赢? 很多人摸不着头脑觉得,白百合和张雨岂能却上什么关系? 实际上这是因为几年前白百合和前夫陈宇凡一同受伤的事。 当年白百合腿部骨折,正赶上陈宇凡锁骨骨折,之后便有谣言撑,两人受伤。 是因为家庭矛盾打架了,这才打进了医院,然而打架的原因呢? 有网友爆料说,是因为白百合与梦电影导演之间的关系已发陈宇凡不满,然后夫妻双方引发争执,动作间稍要不顺,这才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事件。 只是如今看这件事未免有点夸张,也有太多可疑的地方,只不过时过境,千也没有了再度追究的必要。 但是这个猜测比较却引发了许多网友的热议,白百合虽然受效感觉有爆发力,张雨岂块头挺大的气势比较足,感觉张雨岂脑子不太好用,做事不考虑透过那种。 白百合就是那种挺心机的人杀人于无情,我觉得白百合显得更彪一点,只不过之前她一直是已婚有玩人设,和王落单发彬彬故思的时候都看得出来彪悍。 事实上白百合和张雨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女孩子,因此比较这些不过是网友之间的调侃。 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是家庭问题,张雨岂也不能太过冲动啊。